上集破西瓦尔展现了超越莫特拉克的剑术 莫特拉克转向身后 感叹没能守护好重要的人 莫特拉克失去战斗能力 其魔力也随之解除 两人回到了魔界 众人吃惊是破西瓦尔赢了 凯奥不敢相信 目前所遭遇的事情太过顺利 虽然打赢了战斗 但破西瓦尔还有所疑虑 破西瓦尔想从舅舅的口中得知 自己究竟是谁 莫特拉克开始说明 破西瓦尔如何诞生的 事情要从16年前说起 那时伊隆西德正寻找救治迪奥的方法 这时他们所在永恒王国 瓦吉斯和莫特拉克也在场 伊隆西德在桌上打算进行着什么仪式 桌上出现的正是破西瓦尔的身体 但破西瓦尔已经死亡 而且是刚死不久 随后伊隆西德施展咒语 将生命的精灵注入在破西瓦尔身上 光芒刺散 这咒语似乎让伊隆西德相当痛苦 瓦吉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了什么傻事 施展完咒语后 破西瓦尔复活了 这咒语属于静咒 消耗了伊隆西德的寿命为代价 成功让生命精灵 寄宿在破西瓦尔这具容器内 接着伊隆西德打算将迪奥的灵魂 转移到破西瓦尔的身体中 伊隆西德提到 破西瓦尔不会死亡 迪奥进入后 就能摆脱病痛 获得永生 瓦吉斯听后 觉得太荒唐了 珍惜迪奥短暂的生命 难道不好吗 伊隆西德觉得不计代价 让儿子活下去才是爱 瓦吉斯接着问破西瓦尔从何而来 伊隆西德说他是王族的人 碰巧看到他与侍从摔落悬崖 伊隆西德的话 是否掺杂谎言不得而知 也许是伊隆西德 刻意造成的意外 伊隆西德 只把破西瓦尔当作容器 瓦吉斯决定 带着他离开永恒王国 所以说破西瓦尔 其实是寄宿于人类身体中的生命精灵 生命精灵不属于五大种族 生命是永恒的 不管是爷爷还是伊隆西德 其实都跟破西瓦尔毫无血缘关系 如今破西瓦尔有了自我意识 已经不能当作迪奥的容器了 莫特拉克直接坦白 破西瓦尔根本不该诞生在这世上 炸弹尔根本不该诞生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